增加是否調漲下週一就會有答案 傳出了工商用電大戶的漲幅可能是最多的 對此遠東集團的董事長徐旭東認為說 一次調漲8% 企業會吃不消 人保董事長許勝雄也說了 核四機組可以列入待轉 而不是直接封存 但是台電並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認為說應該把重心放在新建機組上 學者也是緊 就算這一次只漲了工業大戶的電價 還是會讓通膨的壓力增加千棟民生物價 一般民众还是会受到影响 话说的很直接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受访回应 目前风声四起 说工业用电大户 店家要一口气涨8到10个百分点 真的吃不消 前面四年都没有调整 这可能是不太对 调在大的企业 这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徐旭东强调涨价讲求温和还涨 而且要顾及公平 仁保董事长徐胜雄也喊话 夏季用电高峰将至 为了避免缺电 政府应该考虑让核四机组 加入代转行列 我们又要复国神山 我们又要不缺电 那你就不一定要把它封起来 你即使可以代转 就说等你没有电的时候 那就可以重启 我要跟徐总事长说明 就是说那个代转需要机组 ready 现在赶快把我们再见的机组能够赶上 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许胜雄的建议台电看来不买单 不过依照目前传出的版本 执掌工业和用电大户 不掌月用电签度一下民生用电 对一般民众就真的没影响吗 学者不以为然 民生用电你不调涨 好像让民众说 至少我账单上面没有看到 整个电费被拉高 可是问题是你日常生活的其他的开销 会因为通膨 反而会增加你的支出 电价迁动物价 工业大户因为电价涨成本提高 还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通膨压力大 民众也得勒紧荷包度日 记者林先生在小瑞生台北报道